大家好,欢迎收看志远书香,我是宁希,喜欢请您关注我,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苏氏的一首商春之作《蝶恋花》《春景》。 我们都知道苏氏长于豪放,其实苏氏作为一代文学大家也擅长婉约。 这首《蝶恋花》《春景》就是苏氏的婉约词代表作,词意婉转,词情动人, 把《春景》写得清新秀丽,意境朦胧,韵味无穷。 新出文学家、诗词理论家王世珍评价说, 枝上柳绵,恐屯田原情起迷,未必能过。 这首词美在哪里?我们先来读一读。 蝶恋花,春景,宋,苏氏,花褪蚕红,心性小, 燕子飞时,绿水,人家绕。 枝上柳绵,吹又少,天涯何处,无芳草。 墙里秋千,墙外道,墙外行人,墙里家人笑。 笑见不闻,声见敲,多情却背,无情恼。 这首词所写的应该是一个春天出游看到的景象。 大概的意思是,已经到牧春了,春天将近,百花凋零。 杏树上已经长出了青涩的果实。 燕子轻快地从天空当中飞过, 清澈的河流围绕着村落人家。 柳枝上的柳絮已经被吹得越来越少了, 但不要太过留恋春天,因为到处都可以看见茂盛的芳草。 路过一户人家,隔着围墙听到里面有一位少女正在荡秋千。 少女发出了动听的笑声,这无拘无束的欢笑多么动人, 让墙外听到的人也有了美丽的心情。 可过了一会儿,墙里的笑声就听不见了。 墙外的人怅然若失,仿佛多情的自己被墙内的人所伤害。 这首词把《伤春之情》表达得既深情缠绵又空灵慰藉, 情景交融,哀晚动人。 此的一开篇就为我们呈现出了木春景色, 苏氏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开始的。 花儿已经凋谢,所剩不多的红色也正在一点点地褪去, 树上开始结出了小小的清性。 从残红到清性,有淡淡的哀伤, 但更多的是语气当中透出的怜惜和喜爱。 花落了,却开始有了小小的果实。 这是一份欣喜,也是有意识地冲淡之前的伤感之情。 接着苏氏把目光从一花一叶上面移开。 绿水人家绕,一个绕字非常真切传神。 绿水绕舍而流,燕子绕舍而飞, 好一派暮春田园风光。 枝上柳棉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是两句名句。 曾几何时,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诗被人们广泛地用于安慰失恋的人。 有朋友失恋了,身边的人可能会来一句, 天涯何处无芳草, 后面还很可能会加上一句, 何必丹恋一枝花,意思是这世上好的人多着呢, 失去一个人,后面可能还会碰到更好的人。 实际上后面的何必丹恋一枝花完全是后人加上去的, 并且曲解了诗的意思。 苏氏的意思是说, 树上的柳絮在风的吹拂下越来越少, 春天也将要结束了。 可是柳絮纷飞,春色将近,固然让人伤感, 而芳草青绿一片生机勃勃, 又自是一番境界了。 苏氏的旷达在这里可见一斑。 苏氏这首词写于什么时候历来说法不一, 有人说是写于黄州, 有人说作于惠州, 还有人说是作于定州、密州的, 但无论写在什么地方, 都是他仕途极不得意, 政治上遭遇打击, 在贬折流放的过程当中写下的。 所以虽然写的是春情春景, 其实背后有着对人生的更多寓意和思索, 苏氏一生到处漂泊, 远在天涯遥望故乡, 他的境遇和随风飘飞的柳絮何其相似? 苏氏在这两句词里藏了多少心酸, 他的豁达又何其难得? 墙里鞦韆,墙外道, 墙外行人,墙里佳人笑。 墙外是一条道路, 行人经过的时候听见墙里的笑声, 这一场景充满了青春的欢快旋律, 使行人经不住停下了脚步。 其实小词最忌讳词语的重复, 但这两句墙里墙外分别重复, 读来却让人觉得错落有致, 耐人寻味, 真是大师手笔。 最后一句, 笑见不闻, 生见消, 多情却被无情恼。 也许是墙里的少女累了, 也许是回到房间里去做其他的事情去了。 总之女孩的笑声渐渐听不到了, 四周显得静悄悄的, 但是墙外行人的心绪却难以平静。 这里的多情与无情常常被当作爱情来解释, 其实苏氏发出来如此深长的感慨, 是有着多方面的思索, 也许是勾起了她对美好年华的回忆, 也许是对君臣关系的类比和联想, 也许是对年华不在的感慨, 更有可能是对人生哲理的一种思索和领悟。 苏氏在这里并没有说明, 只是留下了丰富的空白, 让人回味, 让人想象。 其实, 关于这首《蝶恋花》还流传着一段苏氏和王昭云之间的故事。 据说王昭云常常唱这首《蝶恋花》为苏氏排遣愁闷, 每当唱到《枝上柳绵吹又少》的时候, 就暗自惆怅和悲伤。 苏氏知道昭云悲伤难溢的原因, 很大程度是因为他总会想到苏氏一心效忠国家却屡遭贬折, 遭受沦落天涯的不该承受之痛。 苏氏懂得他的心意, 也往往会笑着安慰他。 据《苏东坡传》记载, 王昭云去世之后, 苏氏终生不再听此词。 千年后读到的我们, 不管是把这首词理解为书写君臣之间的关系, 还是商春或者是爱情, 可能都应该感谢苏氏, 是他让我们在商春里看到了希望, 在困境中看到了豁达。 春天走了就让他走吧, 世界如此宽广, 生命中有太多的美景, 而鹿就在脚下。 好的,各位朋友, 今天关于苏氏的这首《蝶恋花》《春景》就和您聊到这儿了。 这里是志远书香, 我是宁希, 喜欢节目欢迎您关注我, 还有您的点赞, 评论和转发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。 感谢收看, 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